嘉義市建設處長田昌佩 設計公司的業者和智慧科技處長郭宣志 三個人在今年1月同遊泰國 一張張出遊照看得出來交情很好 市議員蔡文旭質疑 市府官員和設計公司的業者一起出國有問題 你們室友參加和職務有利害關係的餐飲 應酬還是跟廠商作為出國切得 你覺得這樣合適嗎 一人親者自親 左者自身 我知道了啦 都各不各的 誰相信 瓜田 李夏 田昌佩被議員炮轟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設計公司被查出 拿到了不少市府標案 像是這個正在進行的走走村生活實驗節 市長黃敏惠還去參加開幕點燈 整個亮起來了 議員整理出設計公司近幾年得標的標案 有市青年實驗室 兩年就有926萬 有利載350萬 其他的還有都市有期 造訪教育節等等 總金額就有上千萬 進行提議的標都最有利標 跟議員報告我們所有的市政府的這些標案 最有利的標案都是有經過外部的評選 還有不同的委員 市長你知道 他們三人會去台北接頭這件事嗎 跟誰去我沒有多問 當我接到了以後 我們就第一時間就給正風處 就是以後可以避免就要盡量避免 市長那時候是這樣子說的 接著出場田昌佩西山正投入國民黨 嘉義師立委初選 不過和廠商出國這一關 到底有沒有問題正風處還在調查 但是對一般民眾來說 瓜田裡下形象恐怕大打折扣 三星位廖國雄何善鳳嘉義師報道